老师好 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我是在用麦杆创作龙的 麦杆 我们想象当中的麦杆应该是这样的 对啊 就这样啊 对 说的没错 这是最原始的麦杆 原材料 有麦碎的这一件麦杆 然后呢 我们经过筛选麦杆 把它麦碎剪掉 剪掉以后然后打成捆 就是这样的 这半成品 对 这半成品 然后再经过我们 清泡 清泡一定时间以后 把它用电韵斗烫平了 斩平了以后 然后就是根据我们创作需要 而且还有把麦杆烫成 深浅不一色泽的麦杆片 有深湖 浅湖 中湖 每一步其实全部都是手工制作 是的 像我们做龙的时候 也敢选择黄色的 龙一般就是黄色 黄色比较多 听龙我真的是最佩服的 就是有手缘的能工脚匠 这真的才是传承太厉害 这个也远远不够 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创作的一副九龙壁 九龙壁 对 来 一起欣赏一下 好漂亮 好精致 这个龙鳞真的是栩栩如生 这都是用什么做的 这个龙是用香瓜的瓜子壳 瓜子壳壳 有这么多瓜子 天哪 这得刻多长时间 这个色泽都是自然色泽的 像雕刻一样的感觉 刚才说那些麦杰杆 全部都是手工的 我想问一下 这个瓜子是口工的吗 这个不是 这个肉类绣花针 把它挑开把人取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